大家好 我是扶搖 歡迎和我一起探索未解之謎 風水這東西在中國來說 那可是歷史十分悠久了 據說在剛剛創立週一的時候 就已經存在了 不過當時用的是其他的名字 用風水這兩個字來代替背後的含義 是從進朝開始的 風是看不見摸不著的 我們能感受到的就是流動的氣流 看見樹葉在飄動等等 似乎是有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 但是又能引起物體的一些變化 而水呢 看得見摸得著 水能隨著周圍環境的形狀變化而變化自身 水是肉眼看得見的物質流動和變化 所以古人就把這種研究地理環境和自然規律的學說稱為風水 那麼風水到底有沒有用呢 答案見仁見智 在東亞地區有很多風水研究者 他們從民間和古籍當中知曉了一些風水理論 在經過多年的苦苦追尋和驗證 發現證實了風水的確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西方的科學家也發現 大地有能量的流轉和地電等等現象 這也是和風水理論不謀而合的 就算是西方大公司和東南亞的大富豪們也不例外 他們甚至會專門聘請專職的風水師 有點像是過去歷朝歷代的斯天建 西方的祭司之類的 專門是為自家的生意測算走向 每當出現什麼大事的時候 這些大老闆就會向他們諮詢一些情況 觀天象 預測形勢的變化 或者是商議一些對策 比如說這兩年備受追捧的印度神童阿南德 他就是通過觀察天體的運行軌跡 判斷預測出了一些事情 所以 很多人說不信 卻又往往不敢不信 說到這 我們來聊一個跟風水有關的話題 大家自己判斷 風水這東西準不準 韓國吸收了許多中國的傳統文化 韓國人對風水自然也是相當賭信的 韓國新任總統尹錫悅就表示 就任之後 將會在位於龍山的總統辦公室處理公務 儘管他說 這是為了改善與民眾的接觸 以及加強和幕僚之間的溝通 但是 在民間 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遷移總統辦公室 這是打破了數十年的傳統 而這其中 應該和盛傳的清瓦台風水有關 清瓦台向來被認為風水不好 二戰之後的1948年 南北韓分別建立國家 按照目前的普遍觀點 自從那個時候開始 韓國總統就幾乎沒有一個是善終的 但這麼說 大家肯定不信 我們根據時間點來看一組驚人的列表 1948年到1960年 里承晚流放海外 1960年到1962年 尹普善政變下臺多次被監禁 1963年到1979年 朴正希被暗殺 1977年到1980年 崔龜夏被政變趕下臺之後被監控 1980年到1988年 全鬥患被判刑入獄 1988年到1993年 盧泰愚入獄 1993年到1998年 金永三兒子入獄 自己身敗名列而死 1998年到2003年 金大中三個兒子全進了監獄 2003年到2008年 盧武炫自殺身亡 2008年到2013年 李明博入獄 2013年到2017年 朴正希被彈劾下臺入獄 2017年到2022年 文在寅離任第二天 就遭遇了2600人舉報 然後呢 就是現在的這位新總統尹熙悅了 早年的韓國總統有被流放的 有遭遇政變的 有被暗殺的 而近40年 幾乎歷任總統都免不了牢獄之災 從1980年 全鬥患開始 韓國總統不是自己坐牢 就是兒子入獄 或者是身敗名列 或者自殺 而且反應非常快 韓國媒體報導 文在寅在卸任後的第一天 也就是5月10號這天 就立即被2600人聯名舉報 指控他濫用職權 而且他在任時就已經傳出質疑聲了 他的未來結局怎麼樣 還是未知數呢 韓國總統為什麼都這麼命乖運檢呢 我們開頭說了 韓國人是很賭信風水一說的 與青瓦台這個話題 民間討論的很熱烈 一直盛傳著一種青瓦台風水魔咒 苗明讚是韓國知名的風水大師 被指名為道山大師第34代傳人 他的師父曾經通過口傳新獸 密傳他真傳 並且他還曾經用科學方法證實了風水地理的存在 多年前 苗明讚做了一項試驗 他找來5個人 安排在首爾的實驗室 採集這5個人的生殖細胞 送到韓國的另一座城市大田 生殖細胞和人兩者之間相距約167公里 實驗開始之後 他對其中的一個人 從背後猛擊一掌 那個人嚇了一跳 結果 遠在167公里之外的大田實驗室之內 這個人的生殖細胞也同樣表現出了受驚的反應 苗明讚的這項科學實驗證明了 人與其血脈之間是有著潛在聯繫的 當時 韓國的幾家主流電視臺都報導了這項實驗結果 證明了生命存在跨越時空的聯繫 此外 在前總統盧武炫自殺的前兩週 苗明讚也準確地預測出他有不祥的預兆 他還對其他韓國總統的當選做出了準確的預測 苗明讚說風水學把大地視為一個有機體 認為大地的各部分之間是通過類似於人體的 經絡、學位一樣互相貫通的 而氣就是沿著經絡而運行的 並且會聚集在各個學位 從個人到國家 其運成的好壞 都是和風水、地理、息息相關的 而韓國歷屆總統在任期之內或者卸任之後 幾乎是沒有善終的 這正是因為和韓國首府青瓦台相關 青瓦台的風水有漏 青瓦台原本得益於左青龍、右白虎的生氣匯聚 但是左青龍的風水有缺陷 導致由此而來的生氣泄露了 再加上青瓦台後山、仁望山、灌石裸露 這都是凶兆 也就是導致了韓國朝野的黨征不斷 加劇了社會矛盾 風水不好、生氣有漏 那補一補成不成啊?不行 嫖明讚說 青瓦台這裡難以形成避補風水 就是說這裡的風水缺陷是沒有辦法彌補的 不過關於這個選址的問題 他倒是有幾分建議 他認為如果韓國遷都的話 的確會使國家興隆 他認為理想之地是距離韓國首爾 167公里的韓國中部城市大庭市 韓國江陵援州大學前哲學系教授金白顯也說 青瓦台雖然背山面水 看似是衣衫傍水 風水還不錯 但其實這座背後的山不是名山 這名山是指風水中的草木旺盛 沒有太多凹凸的山 而這仁望山呢 是一座怪石伶俐 山遠陡峭的窮山 山無勢則龍脈不起地氣不足 而且青瓦台顏色素目 名字也是呈現一種孤寒之象 這就壓制了這一塊政治中心 隨時都有胸罩 民間的討論也很熱烈 韓國最大的傳媒機構中央日報 也曾經這樣一本正經的報導過 說700年前朝鮮王朝的開國君主太祖李承貴 是把靠近青瓦台的警符宮作為風水基地的 而警符宮後院的青瓦台是所謂的兄弟 警符宮是人居住的地方 而青瓦台則是死去的靈魂或者神靈居住的地方 所以人住在這裡是會遭遇不幸的 對於韓國歷任總統不能善終的事情 其實還有其他的說法 除了青瓦台風水有問題 還包括韓國的國旗 韓國太極旗的中間是太極 但是外圈卻只有四個卦象 而不是周一中的八卦 有人說如果是八卦 就符合四平八文之說了 但是現在只有四個卦象 所以是不吉利的 但是韓國的民俗專家還是普遍認為 這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要歸於 是青瓦台的地點位於兄弟 壓住了北漢山北越山流向首爾的龍脈 中國民間有一句話叫做 一命二運三風水四基因得五讀書 認為命運來自於天定 風水來自於地氣 積德讀書來自於人為 所以來自天的命運自然就排到了風水前面 而來自地的風水又排在了人為的積德讀書的前面 可見古代把風水看得比讀書更能改變命運 所以在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韓國 對於現任總統尹錫悦 執意遷都龍山的行為也就不足為奇了 風水學影響國運的事情還有呢 也是前面我們提到的韓國風水師 朴明讚提到的另外一些風水影響到國運的不為人知的事兒 朴明讚透露說一個國家的風水不僅會影響本國的國運 甚至還會給全世界帶來影響 他說從風水學理論講 朝鮮半島如果將南北韓首府的所在地連接起來看 就可以看出是一個完整的椅子型風水 椅子代表的就是太極圖的那個陰陽分界線的形狀 代表著太極的流動和陰陽相生相克 朴明讚還提到了一個更為神奇的事兒 他說正是由於南北韓所出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風水 最終導致了前蘇聯的解體 而這風水的作用在我們這個物質世界當中的反應 其實是一個不為人知的小插曲 是發生在蘇韓兩國首腦之間的 蘇聯解體之前1988年 漢城舉辦了奧運會 當時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問了韓國 那個時候朝鮮戰爭剛過去 而這時的韓國卻開始了飛速發展 這個現象讓戈爾巴喬夫挺驚訝的 一邊是北朝鮮人民的極度貧困 面臨飢餓的慘狀 而另一邊是韓國的發展 興旺發達 欣欣向榮 於是他在紀州島時與時韓國總統盧太渝會晤 特意向盧太渝請教了一下韓國的發展之道 盧太渝告訴他 要想學就教你兩招 但是你要守曰 第一 把蘇聯社會主義體制解體掉 第二 國家太大 還是分開吧 結果兩年之後的1991年12月25日 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 蘇維埃次日通過決議 宣布立國69年的蘇聯社會主義體制 從此正式解體 朴明讚表達的意思就是說 南北韓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風水 促成了這次兩位領導人之間的小插曲 朴明讚還認為祖墳的風水也會影響子孫的生活 他分析 朝鮮金家王朝之所以三代世襲統治地位 是由於他們的祖上佔用了一塊冥堂 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風水寶地 而現在 對於韓國人來說 大家比較矚目的是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一家 那就是三代人哪 不過 朴明讚斷言說 金日成家庭的統治是超不過三代的 到金正恩這一代就結束了 不會長久 這是為什麼呢 他解釋 金日成 金日正死後沒有下葬 而是製成了乾屍 這樣就斷絕了他們家族的風水延續 因為墓葬風水學認為 人是腹精母血的結晶體 所以人也是陰陽兩氣的結晶體 每個活著的人都會有陰陽兩氣 人死之後肉體會消失 而陰陽兩氣沒有消失 死者下葬之後 真氣會與血氣結合形成生氣 讓生氣和不死的陰陽兩氣相結合 來保護在世的親人 這樣在冥冥之中 就會影響左右在世親人的生命和運程了 可是如今金日成父子製成乾屍之後 他們祖上的風水之氣也就難以再浮游後人了 這聽起來是不是有點懸 到時候會不會這樣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不過呢 說到製成乾屍而不是入土為安 很多朋友應該也知道 北京天安門也放著所謂領袖的乾屍 供人參觀呢 據說 在韓國 香港 乃至東南亞的風水師們 都認為這不吉利會影響中國的國運 他們認為 如果政府希望國家興旺發達 為人民造福 其實是應該考慮考慮 不要去破壞北京古城的風水的 說了這麼多風水的事情 大家有幾分信 幾分不信呢 其實 這東西從科學角度也是有一些依據的 當然 並不是所有存在的物質都可以在科學中找到解釋 不過 我們就簡已經發現的來說說 現代物理學已經發現了 物質之間有一種跨越時間和空間的聯繫 在量子物理中叫做量子糾纏 這話說起來很長 在西方誕生的現代科學和西方古老的宗教 叫哲學和煉金術 在表面形式上似乎是對立的 而其中卻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 聖經上說 上帝造了宇宙 第一天說要有光 於是就有了光 上帝第一天就先造了光 這裡足以證明光的重要性 很多朋友或許也知道 現在正火熱的量子物理學 正是來源於人類對於光的研究 量子物理中 光既是波又是粒子 就是我們熟知的玻璃二向性 光這種東西還有一種不確定性 就是當我們確定了它的位置之後 就無法確定它的速度了 確定它的速度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確定它的位置了 這些內容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我們之前做過的影片 《思維意識改變現實世界》 裡邊有詳細的介紹 就是說 人總是琢磨不透光子 科學家們就管這個 從傳統物理學角度解釋不了的東西 叫做量子 這100年來 量子物理學界 湧現出了許多高人 他們說法不一 發表了各種奇壇怪論 有的時候真是讓人們無法分清 誰是科學家 誰是哲學家了 而且呢 其中很多人 還都獲得了諾貝爾獎 比如說 英國的科學家彭羅斯 推導出了一種多宇宙的理論 他聲稱 我們所在的這個宇宙 是會不斷分裂的 我們每觀察一次 它就會分裂一次 而所有分裂的宇宙 都會平行式的存在 因此呢 所有的可能性 也都是同時存在的 但是 我們只是生活在 其中的一個宇宙當中 是無法感受到別的宇宙的 而在另外的宇宙當中 也有和我們這裡 一樣的社會和發展等等 不過 在那裡 希特勒可能會比美國 搶先造出原子彈 肯尼迪可能也沒有被刺殺 看視頻的您 甚至也可能不存在 大家覺得這套理論怎麼樣呢 記得要留言 我們剛才說到 量子物理學中還有一種現象 叫做量子糾纏 物理學家們說 兩個或者是多個量子系統之間 存在非定義 非經典的強關聯 這有點難懂 用大白話來說 就是不論兩個粒子之間距離多遠 一個粒子的變化 總會影響到另一個粒子 也就是兩個粒子之間 不論相距多遠 不受時間和空間的影響 也不需要任何的連接 它們都能心心相印 這就是量子糾纏現象 這套理論放在我們之前介紹的 這個瓢民讚的細胞實驗似乎也是很適用的 如果是這樣 那這個宇宙中的任何事物 就都不是孤立的了 而古人講的天人合一觀 風水地理和人命運的關聯 聽起來也就不那麼懸了 從做研究的角度來看 風水就是以地為中心 作為首要的參照坐標 然後再去探尋天地奧秘的過程 所以風水啊 積德行善 能幫助人化胸圍籍之類的 可能也都是有依據的 這些說法當中 說不定也都藏有古老的智慧呢 量子物理學家泡利 也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物理大咖 也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 量子物理學是脫胎於煉金術的科學 人家這話說的 好像我們現在的科學 都是在模仿從前的學術或者是研究呢 只是有的時候 現在人們還沒有發展到那去 還理解不了呢 好啦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兒 為解之謎 我是浮瑤 我們下次見 大家好 我是浮瑤 謝謝大家一直收看到最後 謝謝您的支持 如果您覺得我們這個節目有意思的話 不要忘記點贊訂閱 在訂閱之後的話呢 也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這樣您才不會錯過我們節目的通知 點贊 訂閱 打開小鈴鐺 您做的每一步呢 對於我們的節目都會很有幫助 我們下次節目見啦 2022 新唐人第八屆全世界華人美聲唱法聲樂大賽 詳情請見 Vocal.ntdtv.com